在9026路线客运出现严重拖搬问题 及持续督促公路总局要求业者紧述改善的立法院蔡世英表示 拖搬的主要原因在于司机员不足 因此交通部方面将提出协助客运业者就业方案 以补助司机员薪制方式 协助非直辖市的国道客运业者维持足够的客运班次级运人 让通勤民众不会等不到车回家 预计最快3月底将公告实施 目前的许多的客运业者面临因为旅运需求的增加 但是司机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没有办法配合 造成有托搬的情形 那其实在9026方面是最严重的 那这个事情我之前也说明的很清楚 9026过程当中我是支持原来的客运业者继续营运的 那另外我也有来要求交通部针对于客运业者的司机 提了另外一个新的所谓的补助协助客运业者的就业方案 那交通部最近就会把它公布出来 那公布出来之后我相信一定程度的 可以疏解关于国道客运业者司机不足的问题 因为国道业者 国道客运业者司机不足的问题 不是只有在基隆这个部分而已 全台湾所有的国道客运业者都有面临这个情形 所以交通部有重新拟定了一个补助的方案 希望让所有的国道客运业者 竞速司机能够上线上路 来服务更多的所有的全体搭乘的通勤组 对于3月13号起开始事办的台铁109班次 志强号征停南港站 蔡世英再次呼吁有需要的通勤民众多多利用 蔡有机会在4月台铁大改点时转为正式实施 那其实我们办公室也有派了 那我自己有去现场看过 大概每日的进出车站的情形 那目前其实还有很多增加的空间跟预誉 所以在这边是也要呼吁我们四名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用到南港车站 作为转程的好朋友 希望他能够来使用 因为这个东西事办到4月底 那我们期待未来如果旅运人数有够的话 那我们希望4月底之后 成为正式的颁表把它纳入进去 至于金融市议会前副议长林沛祥宣布参选立法委员 蔡世英强调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 他都给予祝福 不过对于林沛祥讽刺他选后看不到人 蔡世英则提出各项作为及成果予以驳斥 并直说靠批评真正做事的人表达优秀 大可不必 宣语是每个人的权利 那我也祝福林沛祥先生表态参选立法委员 那但是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就是世英过去这几年在立法院的表现 屡次的荣获公都盟评价为优秀立委 也是金融历届以来表现最好的立委 我想这个市民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想林沛祥或者其他的候选人 可以有任何的主张跟任何的想法 但是靠着批评世英来表达他很优秀 我觉得这大可不必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